我绝对不同意你娶她 玉涵不是不和 那个女人早已魂飞魄散 不和没死 不觉你应该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不过只是本座为了死命 还是作为一个替身 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有什么不和意思 它就变成了你唯一的季婚 玉涵我娶定你再多关心事 小心地能够废了你的心肝 是吗 秦云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 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你 求求你不要将我拒之于千里之外 玉涵你真的觉得 你对我的感情是喜欢吗 或许你只是迷恋我身上的味道 毕竟我那静虎狐狸 曾孕育过你的真身 我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喜欢上了你 秦云 我说的全是真心话 我绝不是直恋你 而是真心喜欢你 我 神经还是提防天地吧 毕竟你的容貌 神似昔日的幕合上神